缅甸反对党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翁山苏基 今日展开首次访中行程 翁山苏基此行预计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碰面 是否谈到人权议题受到关注 亚洲首富李嘉诚的长河系刚完成事迹重组 旗下的两家公司出售港灯电力20%的投资权益 给中东主权基金卡塔尔控股公司设资92.5亿港元 西藏一辆游览车于当地时间今早9点14分 行进西藏贡嘎县境内发生罪癌意外 导致11人死亡 其余8人仍抢救中 东方之心罹难者今天举办葬礼 但许多真相未白加上官媒阐媚引发舆论不满 日前反共黑客网攻克中共交通运输部网站 并在其上贴上 中国共产党如果你是东方之心的话 那该多好啊 新唐亚特电视整理报道